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我是老頭 今天呢,我要講一件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 好啦,其實也沒有非常嚴肅啦 只是呢,因為第二集狗狗的選擇 我實在覺得你們有點 太大驚小怪的點好不好 阿不就只是個遊戲而已 為什麼要這麼認真看待呢 對不對 再來呢 選不選給罐頭這個問題 其實老頭第一次錄影的時候 老頭講這第二集是老頭錄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在錄的時候 不小心把他原始檔刪掉了 老頭第一次在錄的時候呢 是有選擇把他分給他的 我們就不講了,我們把罐頭分給他 想看一下結果是什麼嗎? 非常的簡單 來 我們就不用再講這麼多了 直接給你們看影片 好不好 有人說狗狗很可憐嘛 好 沒問題 那我是不知道之後的劇情是如何啦 總而言之呢 反正呢 這隻狗狗呢 不管你怎麼餵他啦 都是一樣的啦 克萊蒙他一樣是被咬啦 好不好 都先講了 來來來來 好 不知道那些第二集下面留言 不知道是腦袋有動還是怎樣啊 喔 你餓了嗎 好 那時候第一次錄我是給他 你餓了嗎 好 看他好可愛喔 喔 超乖的 給你吃 黑尾狗 喔 喔 我的食物 喔 幹 媽了 阿 還不是一樣被咬 阿我問你嘛 那 你說我在遊戲裡這麼的殘忍 你們玩GTA殺人殘不殘忍 你們有玩遊戲的人 玩CS爆頭殘不殘忍 我就覺得你們這樣真的很莫名其妙耶 阿就因為人家是一隻狗 阿奇怪 阿人家狗長得可愛 阿你說什麼 阿 阿什麼吃狗肉好可憐 阿你們吃豬肉豬就不可憐喔 拜託喔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 遊戲而已 阿 阿我還是一樣被咬了阿 對不對 阿我後來不爽殺了他 阿就只是遊戲而已 對不對 阿如果哪天換你這樣子 你還被咬你會不會很不爽 你會不會想殺他 重點是他都已經被踢到重傷了 直接被兩根東西插在那邊了 阿就想說算了 直接讓他死了 我第一次錄的時候 我還想說 阿他都已經這樣子了 不早點讓他解脫 這樣子好嗎 對不對 你要讓他痛苦在那邊痛苦到死 還是你直接一刀讓他 讓他直接 直接送他送他上西天 比較活得輕鬆一點 對不對 好不好 這部影片我是要澄清 這些來龍去脈 好不好 如果你還是覺得 我很殘忍 隨便你怎麼講啦 反正我覺得莫名其妙就對了 好不好 就這樣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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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